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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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你这个跟我那个很像 我之前玩一个游戏叫什么练语制作人 然后也是那种抽卡的东西 我就在那帮帮帮 我一直狂抽 然后吃完之后这些男的没意思真的 一个SSR都抽不到 只骗人而已 那你用脚试试 我用脚就抽到了那个刺目 你感觉在侮辱人 你用脚都抽到了 然后手都抽不到 对 这个手要剁掉了 对 那你呢 那小刘 刘真雁 我对什么 有段时间对什么特别着迷 我就着迷于就是 改变我眼影的颜色 我有段时间就 我看大家就眼影颜色都差不多 我就自己一定要搞不同 你知道吧 我就搞了一种什么紫色眼影 蓝色眼影 绿色眼影 把自己画的人不人鬼不鬼的 然后最后我发现一个事情是什么 就是 人长得漂亮随便怎么画都好看呢 嗯 对 这句话后面必须接几个我 我怕你下不来台的 对 我就在等你们接一下 是 漂亮 本人就太好看 对 我之前在公演尝试过很多怪眼影的 相信大家也知道 我也是 刚开始我不熟悉嘉心路的镜头 我就往眼皮上死蜜蜜 死命麻那个亮片 蜜蜜蜜蜜蜜 然后别人一看我整个眼睛 你现在亮片也蛮蜜蜜蜜蜜蜜蜜 蜜蜜蜜蜜蜜 就是小闪片 小闪片 原来大闪片这么大 对 对 而且我刚才小刘很喜欢用各种各样的眼影 我每次买了新的眼影盘 都要跟小刘切磋一份 对 都是让她来试一下 用一下子 小前一有新的眼影盘 就跟试毒一样 说小刘你先来试一试 然后我就弄 那就不好意思了 本人自带眼影 素颜就自带眼影 可以可以 大家现在是画的 那你呢 你看那边多了一个马尾人 马尾人 马尾人 马尾人要不然先说一下 云姐 是什么MC 是 有什么 有什么事情是让你在特别时期 特别着迷的 我觉得应该是 吃吧 吃 你什么时候对吃的特别着迷啊 什么时候戒掉吃的 都没戒过吧 没有就 因为我不想说迪士尼嘛 所以就 可以啊 换一个 换一个对于吃的 因为我 其实我还是挺喜欢吃那些 就是各种 也不是奇奇怪怪 就比较新鲜 小吃啊 也不是小吃 就是特别新鲜 就是没有吃过的一些东西 食味巧克力 巧克力味的食之类的 那我就不喜欢了 就喜欢那种比较 那种 新鲜苦 小资一点 就像张鑫嘛 就是他每天就看他朋友圈里面 就是 弄得特别特别的 精致 你要是像张鑫那样吃 我估计你会饿死真的 真的吗 太少了东西 对 不过你也可以像他那样摆摆盘了 就是吃个过程挺好的 就感觉那样子 感觉自己 就也是一个精致的女人 大水你咯 大水 你们没发现 就是 云姐刚刚一来 就一下拉高了我们的 这一组的平均身高 我觉得还好吧 我觉得 你这个身高很好啊 大水跟小 小刘你垫内增高了吧 没垫 你这个鞋怎么跟大家不一样 你是不是里面垫什么东西啊 没有垫 我 你穿着鞋呢 我们这是未增高 干嘛过来 云姐 我觉得脖子嘛 我今天没带脖子 我以为你的脚插在地心里面 没拔出来的 我以为你今天没带脑子 但是真的曾经很纠结我的 就是让我很纠结 很着迷的一件事情 就是身高这个问题 就是我曾经就是觉得自己太矮了 然后就拼命地去找那种 长身高的办法 就是比如说什么 吃那个 拉筋啊 吃钙片 吃钙片 疯狂地吃钙片 发现只能使这个骨头 跟你家坚硬而已 真的没有必要纠结这些 不会长长 只能长一坚硬 对 然后还就是 还试过去找那种 增高的那种录音 催眠那种录音 然后晚上睡觉前听 有开心玄学 哎呀 磨这种玄学 然后在房间 然后在那个床上 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听 然后那个里面 像那种磨咒一样的那边说 你的腿越来越长 越来越长 我觉得 那个每天睡觉前 就在听这个东西 然后你的房间 也无限增大 无限增大 你第二天就长高了 然后 你弄得像几箍棒啊 几箍棒越来越强 越来越强 对你失咒 你知道吗 对 我觉得它这是一种心理暗示吧 你以后就叫徐金箍 好难听哦 对对对 然后所以就是 那徐棒你行吗 还是很难听 不像个女孩挤的名字 然后呢 除了这个吧 最近就还好了 因为我现在已经误到一个道理 浓缩就是精华 就是那种伟人啊 或者是有名的艺人啊 是真的 是这样子 真的个子都不是太高的 你看看我们公司 啊 说了什么不敢说 好了 之前不是我们去过一个 就是那种招商会 站在台上的都是特别厉害的老总啊 企业老总啊 企业boss啊 行业巨头 都不高的 那这么说的话 前面就是头发秃掉的 就是掉发的也是 强者 强者 我变秃了 也变强了 光头 是因为就总是用脑嘛 挺突然的 像我们这种不用脑的头发 茂密的不得了 咋就突然竹到我头上来了 但是我觉得还好 就是其实每个偶像 或者是每个艺人 都不一定 就是高矮胖瘦都有嘛 对对对 就每个人有自己的风格就可以了 这不是我们说的浓缩就是精华 只要活得精彩 对 活得潇洒 对 活出风格 活得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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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我就跟你们说一点肤浅的东西啊 就是以前就是看我们S队感觉好像都是大高个 然后都平均身高很高 对 虽然我们现在就是游银屋加入了很多小后备 然后感觉就是平均身高好像没有那么高了 但是我就偷偷地告诉大家一个秘密吧 我们就是那个就是躺下的身高 海拔一下 碰很高了 我们的后面 躺下比谁都高 谦虚 现在要全面 要全面 要全面发展 不仅是横向发展 也要纵向发展 就这么一句话吧 就我们现在目前四个队 如果说要躺下比的话 哪个队能挑战 纵向数据庞大 哪个队能挑战 没有了 大数据时代 纵向数据 没有敌手 我觉得S队 你们H队能够挑战吗 有吗 我觉得S队一个人就可以拉高我们的平均值 他说他来 他来 刘曾燕 我们放个小玩意上来了 你觉得我们S队会输吗 看看我 不比了 没啥可比 好了好了 没必要这样 刹车 思思 清爽一点 我思思一向很清爽 我要不是坐上了你们的车 我完全不会说这种话 思思就是 这段时间 对钱特别的感兴趣 特别的着迷 特别的执着 因为我现在 真的是感受到 钱真的太重要了 他能给人好多东西 比如说自由 权利 这些东西 吓我一跳 我以为你在说前辈听 钱 他也可以给你自由 就是非常喜欢 以前的我还不知道 钱有这么多用处呢 你呢 我的话 就是什么 特别着迷 特别着迷 这个MC已经持续了这么久了 一二三四 五六 到你第六个了 什么 就是我这个着迷的点 可能跟大家不太一样 我喜欢手指 我喜欢 就是不管在哪里 如果有指的话 我一定会拿去 手指 手指 对 然后我就开始撕 然后各种扭 然后各种 做各种东西套在手上 或者是怎么样 就特别喜欢玩指 然后我也 就是去哪里 就必须要手指 让我玩 然后我就感觉 你太不环保了 别浪费了 太不环保了 给你这样撕 对 我很怕尴尬 然后我一尴尬的时候 我就想玩指 你知道吗 在你玩指的时候 这个世界上 很有可能有另外一个人 他在厕所里 他没有指 对 我一开始以为你说 可能会失去一棵树 结果你是 你知道吗 你每撕一张纸 厕所里那个人 就在那里 掉了一滴眼泪 非常不环保 对 好的 改掉这个习惯 改掉这个坏习惯 大家不要跟我写 擦了的随便你撕 然后我说 我特别着迷的东西 我前一段时间 我特别特别着迷 王者荣耀 我感觉 你现在也挺迷的 想要吧 现在人舒缓了很多了 就已经缓下来很多了 之前是有点 迷疯掉了 你知道吗 钻进去了 而且人钻进去了 而且我看什么 都王者化 你知道吗 就是每天 看到大C 就想晕塌 因为我们就是 我们就是平时 自己练的时候呢 你知道 因为很多粉丝都说 你们练怎么怎么怎么 就是我们的战略 不能告诉你们嘛 因为那个时候 大C还练了 那个 五个 很猛的 大肉子 五个大肉子 哪个肉 又哪一个 而且练了五虎酱出来 你知道吗 然后最后 我们上场的是 那个流善 而且还特意 练了一个晕塔 而且都有口诀的 大C 对吧 然后进去砸 一晕转 对 一晕一轮 一拎 强拆 对 而且后来 后来我们 昨天晚上 然后就是 复盘的时候 还有还说 大C 大C 那个晕塔 真的是没有白学 没白学 最后就是我们 那个第二轮的时候 在那个拆塔的时候 大C那个塔 晕得是非常好 对 那个塔都为我 神魂颠倒了 就一顿 一顿死转 你知道吗 然后就 那段时间 还挺着迷的 好的 然后我们这组的MC呢 就差不多 说到这里了 好 然后接下来呢 请让我们欣赏 下一首歌曲吧 耶 云姐说了吗 说了 云姐是马尾人